任何防疫物资对有些必须在最前线的工作人员 像是邮差或者是清洁队 多少都有加分的效果 来看新北市议员钟鸿仁 透过媒体采访的时候 特别感谢一位好友刘先生捐助安全护目镜 希望和服务处共同对抗疫情 防疫不能松懈 新北市议员钟鸿仁以身示范 除了戴口罩还戴上护目镜 钟鸿仁特别要感谢好友刘先生的捐助 和服务处共同对抗疫情 手上拿着这个防护镜是一个好朋友 刘先生非常感谢他的热心 要捐助一些这个防护镜 给我们第一线比较辛苦的工作人员 疫情还是非常的严峻 我戴着口罩又戴着防护镜 这个是防护COVID-19的一个基本配备 因为它可以透过嘴巴还有眼睛来传染 所以我们做好防护工作 这个是我们自身要处理的 那我 这支新款式的护目镜是由台湾制造 不起物可以抗止外线等功效 最佳的安全防护可以让前线人员 更安心的执勤防疫工作 至于要捐赠的对象 主要是以清洁及油物人员 钟鸿仁说明考量的原因所在 我是有考量到我们的清洁队人员 他每天在外面打扫或是接触会比较多 虽然他们已经有一些配备 但是希望再提供给他们 或是油物人员 他们每天帮我们送信 也是会有很广的接触 这个护目镜是台湾生产的 本身它挂起来很清晰 抗UV就是太阳直射也不太有问题 然后不容易起雾 也希望可以帮忙一些 第一线比较辛苦的工作人员 透过采访 钟议员感谢各界的捐助 所谓团结力量大 任何防疫物资 对第一线人员提升安全防护 那么工作才能够无后苦之忧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